Welcome to IT Handicap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在这个Tutorial呢,我们要讨论的是 要怎么用Procode Generator 来加速开发我们的Entity Framework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这里 那在开始之前呢 我这边的Introduction都会跟你讲说 请你一定要去读之前的Tutorial 才可以继续往下读 那其实哦 因为我的第七个Tutorial 我待会会 我的第七个Tutorial呢 从7到第73这 之间的Tutorial全部都是在同一个Solution里面 所以呢 你在这 这一个全部的Tutorial里面的7到73里面呢 你必须要好好的把每一个Tutorial去读懂 你才可以跳到下一个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看 首先呢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这 这样子的东西 这一个呢 其实在我们第七个Tutorial有教到 好我们在第七个Tutorial的时候 我们里面有个Simple Code 好 Simple Code给你看一下 这是第七个Tutorial的Simple Code 好那在第七个Tutorial的Simple Code里面呢 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刚才教了这三个 那接下来这一个Tutorial是第八个Tutorial 所以我们待会会用这一个 我们先把这一个打开 好那我们先稍微等一下 好那这个可以先稍微 最小化一下 那待会呢 我会建立一个新的Database 这个Database呢 会有这几个Table 然后这几个Table 它的Relationship 都在这边 这个在之前的Tutorial都讲过了 好在第七个Tutorial的 我可以看一下 是第七个Tutorial的 第 第 7之4这一部分 已经通通都讲过了 好那在7之4这一部分呢 其实我们当初在讲的是 这一个档案 好我再把它拿下来 是这一个 All Demo 我们讲的是这一个 所以说 这一个呢 里面有Store Procedure Table View什么的 但是我们不要用这三个 这三个只是给你 当作是存档用的 用来讲观念用的 那我们实际上在始作的时候 会从这个 8之下底线 1这个 Aligent 2 Poco这个地方开始讲 好那我们再把它移上去 那我们现在呢 好就是先看 继续看讲义 所以我们要 我们要开始把这些 Database全部都做出来 然后呢 我们这边有特别给你 就是我这边有特别给你讲说 这一个File 是All Demo 是里面所有的 Table View什么的 这个只是Reset Data 然后这个是给这个 Unit Test 给单元测试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 Create新的Database 那我们接下来会Create 三个Database 第一个是Unline Game 第二个是Unline Game 2 第三个是Unline Game Test Data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 会Create 反正就是Create这三个Database 就对了 然后接下来Create完之后呢 好我们就 先处理上面这两个 Unline Game跟Unline Game 2 然后呢我们会先 run一个东西 好等一下 我们会先把这个 T-SQL的这个语法 好这个 0801的这一个 Apply到Unline Game 2 Apply到Unline Game 2 反正就是 我们会把这一个东西 Apply到Unline Game 2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来 就来开始一下 OK 那 首先一开始的时候呢 呃 我们刚才在前一个Totorial 已经有Create这一些了嘛 那我们现在要先把它删掉一下 Unline Game 要先把它删掉一下 然后接下Unline Game Test Data 要把它删掉一下 好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要Create这三个 第一个 在这里 按右键 New Database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 名字 Copy一下 Option 然后接下来选 Simple Press OK 然后我们就Create了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是这个Unline Game 2 这个Unline Game 2呢 也是按右键 New Database 名字 Copy一下 然后接下来 Option这个地方 然后选 Simple Press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这个第二个也好 那第三个 Unline Game Test Data 也是按右键 New Database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边 Copy一下 然后Option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要选的是Simple 然后Press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建立的三个Diabase 那 这个三个Diabase呢 这个是用来 我们的 就是用来做在我们的 Real Product 这个是我们用来做在 Poco Generator 我们的Real Data 跟Poco Generator 这一个 应该说是我们Poco Generator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Fake Project 这个Fake Project呢 是用来 当作是我们的参考 然后这个Real Project呢 是不会有Poco Generator的 但是我们会去 看说Poco Generator 产生哪一些 那个Code 然后把它Copy & Paste 到这一个地方来 这样子 好那这一个是用来做单元测试 所以我们先要Create这三个 好那首先我们先把这个 Sample Code里面有一个是 八支 好有一个是这一个 8支下底线01 Unline Game 2 这个你看到有个 TWO2的话 全部都是要放在这个 Unline Game 2 这个Dabase 那我们现在就先 把它 挖出 把它点两下 打开来之后 然后接下来 就 在这个地方 然后选Unline Game 2 然后给它Excue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道具在做什么 那首先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上面这边就是 如果存在这个Table 就把它 Trancate条跟Drop掉 所以这边就只是 TrancateTable 跟DropTable 然后就这样子 没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Create所有Table 那我Create所有Table之后呢 接下来我就 我就InsertData 我就InsertData 这个在7-03都讲过 所以这一整个 这一整个 8字下底线01 Unline Game 2 这一个呢 它只是 Drop所有的Table 然后CreateTable 然后下面是InsertData 就这样子而已 没有做其他事情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好 那个 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有执行了 因为我们有 这个最上面的这个 if 它存在就把它 抵抵掉 所以你这一个 如果你忘记你没有执行 你执行两次执行三次 其实都是没关系的 反正你重点就是 这个要放在Unline Game 2 好 那我们这一个 部分算完成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我们的这个 Security这地方 Login 那你 我是已经有一个 叫Test2的Login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Login的话 就按邮件 New Login 然后你就这边打 Test2 TES Bster 然后那接下来 那在SQL的Authentication这边 你打你的密码 你就打1234 密码1234 随便打 然后那 User Mapping这一部分呢 然后在SyssenLog这一部分 你就够Syssen的密 Press OK 它就可以create这个Test2 那我们现在Test2早就已经create了 所以我就刚按Cancel 那我现在要去调整的就是User Mapping User Mapping是什么意思呢 我先再把密码改成1234 然后先把它Press OK 然后再重新点一次 然后接下来去User Mapping User Mapping就跟他说我Test2这个User Name跟Password呢 他可以去存取 Unlike Game 2 然后他 通常一般我们在写的时候是Read跟Read跟Write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为了方便我讲解我就要全部都勾 全部都勾完之后呢 接下来再选 接下来我就这样OK也可以啦 或是你三个在一起做 比如说像这样子 User Mapping这个地方 我跟他说我要去存取这一个 我并且每个都勾 然后接下来我跟他说我要再去存取这一个 然后并且我也是每个都勾 然后那接下来我这时候Press OK 他就会两个Drabass一起作用 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重新再打开一次 然后确定 确定这个User Mapping 它可以存取这一个Drabass 这个Drabass跟这个Drabass 都是每个都勾 好那我们这边都完成之后呢 那基本上我们Drabass 就算是准备好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Poco Generator 好你很快喔 Poco Generator 好那我们先在要 Create一个新的Project 那Create一个新的Project之前呢 我先Create一个新的Solution 好 然后名字我Copy一下 那我这边就选 File New Project 然后等他一下 好然后那接下来我要去的是 这个 这个 呃 最下面 然后选这一个 然后选Blank Solution 然后名字Copy一下叫 itndguide.unlinegame2 然后接下来PlaceOK 好那我就Create一个unlinegame2 好那我们这边就稍微等他一下 但我现在要把这一个Solution呢 把它放进我的SourceControl 所以你稍微等我一下 我要把它放进我的SourceControlFolder 好我现在已经完成 把它放进我的SourceControlFolder 然后也把它寸秘在我的SourceTree里面 然后那接下来我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呢 然后我们先回到讲义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要做的东西 我们先Create一个Solution的Folder叫UI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按右键 然后CreateSolutionFolder UI 然后那接下来呢 好我要再做的是一个新的Project 叫做这一个 然后名字Copy一下 按右键 New Project 它是一个ConsoleAppApplication 所以我要选的是这个WindowsDesktop ConsoleAppApplication Donate Framework 名字Copy一下 unlinegame2.ui.consoleApp PlaceOK 好那我就Create这个ConsoleAppApplication 然后那他要等一下喔 然后那同时呢 我们继续玩一下啦 我们待会要做呢就是要Install Entity Framework Install Entity Framework 你就是要Install一个NewGet Package 然后你可以直接打这个Command就可以Install 然后那接下来呢 然后 就来看到这里 待会要设定这个ConditionStream 我们看他已经Create好了 他Create好了之后呢 那你NewGet Package 你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这个Reference按右键 然后选Manage NewGet Package 然后呢接下来在Browse这个地方 然后你打Entity Framework 然后让他去搜寻 好那这是其中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呢 其实就是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你把这个PackageMajor Console把它打开 PackageMajor Console如果你在这边没有找到的话 你就是去Tools 然后接下来你去这个NewGet PackageMajor 然后PackageMajor Console这边点一下 他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然后呢 这边就是调 你要做Migration的地方 然后 不是Migration 你就是要调你要Install的 那个Install NewGet Package的Project 然后这边呢 就是 我刚才说我要Install Entity Framework 我就打 Install 然后一起一横 然后Package 然后空一个 Entity Framework 我PressEnter呢 我这边所做的事情 当我PressEnter呢 就跟我在 Reference按右键 Manage NewGet Package 在Browse这个地方搜寻 Entity Framework 跟我在这个地方按Install 结果是一样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来使用这种 比较快速的方法 你就可以看到他已经Install好了 他Install好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边 会有 Entity Framework 在这里 Entity Framework 好他还在跑啦 那你就稍微等他一下 好那他在跑的同时 我们先来看讲义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做这个 Condition Stream的部分 Condition Stream的部分呢 其实很简单啦 那就是你要把它加在这里 然后就把这边Copy一下 然后那 你会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 当你在Install Entity Framework 的时候呢 他会把你 就是 他会把你 顺便Install App.config 还有这一个 Package.config 如果你这两个没有的话 那Consult App App.config 是本来就已经有App.config 但是如果你是 Class Library 他就 会把你自动生成App.config 跟Package.config 可是因为 Consult App 本来就已经有这个 所以他只会生成这一个 好 那anyway 我们先回到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要放一个这个 呃 我们要放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放一个那个Condition Stream 我们把它放到这边来 好 那 最高你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Condition Stream最高就是放在这里 一定要放在这个东西底下 最高放在这里 然后最低呢你可以放在这里 好 这是最高跟最低的位置 好 把它删掉 等一下 OK 就最高就放在这里 好那这个到底是干嘛的 我来这边解释一下 首先呢 你要先知道说这个就是 我的Condition Stream 然后接下来它的名字叫做 Unligent Context 然后接下来呢 我的这一个 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就是我Dabase的名称 那我不是Dabase的名称 我的SQL Server的名称 就是这一个 然后那 接下来呢 就是我Dabase的名称叫Unligent 2 所以它待会去存取Unligent 2 然后那接下来就是我的这个 User Name跟Password 是Tester2密码是1234 它其实就是对应到我们刚才下面 做的这个东西 Tester2密码是1234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看这里 好然后那接下来就是 Application的名称 Application名称其实就是我自己嘛 那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讲义 接下来我们就来 Create一个新的Poco Generator 那Poco Generator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这个Poco Generator呢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刚好 刚好update啦 好那他在 10月3号的时候update一次 好那之前是2.37.1 2.37.1是一个有bug的version 完全不能用 他现在又update了 然后变成2.37.2 那我希望 那我今天是第一次用 我希望他可以用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按右键 然后选 按右键 对不起 按 右键 然后选 Add Item 在这里 Add一个新的Item 好那我们这边稍微等他一下哦 好他就跳出来这个画面 接下来你选第一个 然后呢 我要 Create的这个东西叫做 Unlinegame 点TT 然后这边名字 Copy一下 然后这边 就是取名叫Unlinegame.TT 我Press Add 我Press Add 完之后呢 我就按Trust 他会做什么 他会做 两件事情 好那我给你看一下 好那我们稍微等他一下 他第一个事情呢 他会去Copy 三个file 我告诉你说是哪三个 他会去帮你 Copy三个file 先把它全部关掉一下 好他会帮你Copy这一个 跟Copy这一个 跟Copy这个 你总共就是三个file 我们把这个 Solution 的folder 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好他其实就是三个答案 Poco Generator 最主要就是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 然后再加这一个 然后这个 这个是自动产生的 这个是自动产生的 所以你只要Copy 这个跟 这三个就好了 就 你如果要去 Copy到其他project 你只要把这三个答案 Copy到另外一个project 他就可以用了 好那 我今天加进来之后 乍看之下是没什么问题啦 那接下来我们要改什么东西 接下来我们要改的就是 我们要 把这个东西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 我们要把我们的dbcontext 放unlinegamecontext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放unlinegamecontext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也放unlinegamecontext 好就是我的condition string 是unlinegamecontext 那其实我要 Create新的dbcontext 也叫unlinegamecontext 我习惯把两个名称取一样啦 然后我PressEnter 它就会去regenerate 我们这一个 好这个unlinegame.cs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regenerate之后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有没有bug 好那我们来稍微等它一下喔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 它又有这些东西 看到底后发生什么事啊 又是又是相同的这个很讨厌的bug 好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poco generate 2.37.1 2.37.2 不好意思 它都有bug 它都不能用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们有补救的方式 补救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我们先把它全部关掉 好这是刚才其实我故意示范给你看的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跟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 三个把它delete掉 好我delete掉了 delete掉之后 这个 再把这个按Ctrl Shift B 然后重新build一下 然后确定什么事情都没有 问题 好那 我们接下来呢 就可以再按右键再看一下 Solution File 给你看一下它到底发生什么事 好那我们看一下Solution File Solution Folder 不好意思 那就发现说 它刚才我们只delete三个file 它其实就连第四个file 那个unligent.cs 它都一起把你delete掉了 好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这时候的这个 方法就很简单 就是你可以呢 回到我们旧的 我们旧的tutorial 在我的poco generate 第一个tutorial 是 刚好是2.36.1 我们没记错的话是2.36.1 现在是2.37.2 2.36.1呢 它其实是 非常好的一个version 它几乎没有bug 然后那 它 有一点点bug 可是它bug很少 几乎没有 你几乎就是可以用 它的一点点bug呢 其实你可以忽略不计 好那 平常你不会用到 用到那个东西 好然后那 接下来就是 当然在我的学程里面 在我的课程里面 我的poco generate的课程里面 没有跟你介绍 它到底发什么bug 但是没关系 我都有教你改 anyway 那个一点点bug 你不会影响到你的 但是 我们就来看一下 要怎么样去 补救这个方式 那补救这个方式呢 就是我们第1个tutorial 记住的是第1个tutorial 你把它打开来 然后你copy 这一个这一个 跟这个file 按ctrl-c copy一下 然后再回到我们第8个tutorial 好第8个tutorial 好这个 这个下是这个project 好那我先把它关掉一下 然后我刚不是已经copy了吗 对不对 从第1个tutorial copy了 如果你忘记的话 我再重新示范一次 这边 然后去 第1个tutorial 你去第1个tutorial的范例 然后把这个打开来 然后你去点选 这一个solution 然后接下来去这里 然后接下来把 123 这三个都copy 按ctrl-c 然后接下来呢 就回到这里来 然后 把它贴上 按ctrl-v贴上 然后那 我们就来等一下 它就一样也是有pocogenrater 那这个pocogenrater是旧的版本 然后我确定是 没问题的啦 应该说它有一点点bug 可是不会影响到你 好那我们稍微等它一下 好那它现在贴好了 它现在贴好了 然后它就是贴这一个 这一个跟这一个 那如果你把它打开来看 这个打开来看的话 这边有写version 我看一下 有 这是2.36.1 这个2.36.1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version 不会有bug 我整个课程都是用这一个version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 要再去 要再去这个unline game unline game context 看一下 再来我的讲义 好我们要去把这个东西 就把这个 这个t file 我改一下名称 叫做unline game tt 所以我要先把这个东西 改名称 叫unline game tt 当你这个 东西改名称的时候呢 下面这个东西 也会一起改名称 因为它会重新regenerate 一次 重新制造一次 好那我们就稍微等它一下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我刚才把这个名字改变之后呢 这个名字也改了 他就两个同时一起改 那我们接下来再回到这个td file 好在这个td file呢 我们要改什么东西呢 现在是 nosewine context 那我现在把它改成叫做unline game context context 所以这边改一下 然后这边改一下 这两个改一下都改成unline game context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东西要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bcontext 我们刚刚改好了 然后make class partial呢 它本来就是false 那我就是要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including few 这个本来就是true 我就是要它true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一个 要disable disable geography type 本来就是false 那我就是要它false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add unitext dbcontext 这个本来就是true 那我就是要它true 没问题 所以我不用改 那接下来就是要改这个东西 要改这个东西 你要改这个东西呢 然后你就要把它改成true 好你要把它改成true 然后接下来按ctrl s 让它save 你save完之后 它会去regenerate 在这个unlightgame.cs 那这个呢就是告诉你说 OK它会create 那个tablevalue function 然后可是如果你要create tablevalue function的话 你必须要install这个 nuget package OK 那我像就把这一行先copy一下 然后接下来再回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project 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去这个 package 里面就看收 然后把它稍微 拼一下 然后在这边贴上 它叫install 然后dash package 然后空一个 anddifferentwall点 call first store function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你press enter 它就开始 install这个nuget 然后这个package 你就稍微等它一下 你第一次install的时候呢 你可能要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但是你不用担心 这不是当机 这本来就是一个 第三番的tool 然后那通常它就是比较久一点 好那你就稍微等它一下 那因为你刚才按 在unagain.tt按save 所以 它刚才有regenerate这个东西 所以它待会 做你任何想要做的事情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等它install好 那同时看我们的讲义 好我们讲义就没了 就这么多而已 所以你要参 你要做的变数呢 其实只是 这一个跟 只是这一个 跟这一个 其他都是default setting 好然后那 最后呢就是你要 把这个东西改成true 然后在 改true之前呢 你就先install 这个东西 先install这个nuget package 那这样子你的poco generator 就算是安装完毕 好那你可以看到 它现在是花了52秒 有可能是我家玩书胎吗 但是没有关系 那这个都不会影响 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个 poco generator 我们来看一下它自动生成什么东西 打开来看一下 它就自动生成这个unligan.cs 然后里面 好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有uniofwork 它把这个东西叫做uniofwork 我觉得是 诶 好吧 我 我是觉得它不算是uniofwork 它算是 dbcontext 因为uniofwork其实是把dbcontext包起来 然后那 它anyway 它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一个interface来的 然后它是extend is disposable 然后呢接下来你在 好 你在db 你在你自己的unligan 像我自己的这个unligancontext里面呢 我就去extend它 好就去 应该说是我去 implement这个interface 就是刚才上面这个interface 然后接下来再去 extend这个dbcontext 好那我就同时有这个interface 也同时有这个dbcontext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在做unligan 如果我在做unitest的时候呢 我会把我的新别呼叫成这个新别 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使用fakedbcontext fakedbcontext呢其实 它也帮你制造好了 在这里 它就帮你制造这个fakeunligancontext 这是一个fake的dbcontext 不能用的 也不是不能用 就是用来做测试的 然后跟这一个fake的dbset 你会有fake的dbset fake的dbset 你这些都会有 好那这个单位都会一个一个跟你讲 所以你不用太紧张 那pococlass呢其实是 就是你说的entity framework model 然后pococonfiguration呢其实就是 你的table跟table之间的relationship 比如说 像这个 has has colorn name 这个东西 has colorn name is require 什么什么 然后接下来has colorn name 什么什么 好那这个很难看啊 我给你看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像是 foreign key has optional 就是我这个gamer呢 他是有 他是has optional 他可以有或可以没有area 然后接下来是has required 是可以一定要有team 这样子 好那 那这个是属于gamer的那这个就是 专门制作relationship 然后他给他放在pococonfiguration 这样子的一个tag底下 好然后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呃 呃这个 这个这个其实就是只是一个很普通的fetchery 如果你有学这个 solid的话 那 比赛pattern他会告诉你这个fetchery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我 现在的课程里面我不会用到fetchery 好然后但是你以后 一定要去学怎么用他 然后那我现在 我的课程里面就是 全部都有用 除了fetchery 其他全部都有用 好那 那 这一个好就是我们的poco generator 那我们终于把它制造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他就没有任何的bug 好所以你就是 要用这一个2.36.1 这一个版本 好你可以看一下他是2.36.1 这个版本是没有bug的 好 好那我们 这个poco generator 就到这边 我们下一个totorial呢 就会开始create一个新的project 然后这个新的project呢 好就会 去截取 我们这个unligame2 这个叫unligame2 unligame2的这样子的一个solution 里面的程式码 就是他poco generator之中生成程式码 我们会把这边 好 程式码呢 取我们要的部分 把它copy在我们的real project 那我们的real project呢 就是这个unligame solution 就叫unligame这样子 好然后那我们待会就可以来 实作真正的project OK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 明镜与点点栏目